夫人周美清一早参加升旗典礼 不过民众握手太过热情 差点让周美清的摔伤 甚至引发腰伤复发 而马英九在致辞的时候 也出现喉咙不适的情况 一早六点钟 马英九和夫人周美清 参加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前升旗典礼 两人还在典礼后 直接走向人群引发一阵骚动 大家抢着要握到手 但这一握太热情 周美清被拉得紧紧的还差点跌倒 看来表情超痛苦 有可能是引发了腰部旧伤 先前拜票行程就是因为腰伤的状况 周美清已经以握手代替90度一鞠躬的模式 这一拉会不会就此引爆旧伤 影响他预定从1月2号展开的浮选行程 有待观察 即使马英九也从跨年夜旧一路的赶场 随后的元旦祝词 他的身体似乎也不太舒服 英九的心境 非常的清澈 用力的咳了好几下 不过后续是镇定又顺畅的念完 当一百年后回顾我们这一代 会不会像我们想起林献堂 蒋卫水 胡适 孙运玄 李国鼎等人一样 发自内心 由衷地说 台湾有你们真好 助持通篇以感性为主轴 马英九希望以领导人的身份 对台湾有所贡献 让后人记得 从助持中也可以听见他对继续执政的想法 承认还有再努力的空间 不过愿意继续带领台湾向前 整面助持从历史文化 谈到教育和经济 调性平和又稳定 并没有对两岸关系 或其他重大的议题多加阐述 也可显见马振营的谨慎 澳雅卫视林清明王志冲 台北报导 其实是底部的耳末 小ismus 前提勤 叶重 感谢观看